每一次都看到一些新的面孔 新的成員加進來 對我們來說就是一種成長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 也希望你們聽我們在這裡上三天之後 可以繼續留著 不要放棄加入我們的行列 因為我們真的是很缺人 台灣說大不大 說小也不小 真的四千個人要來接掌政權 真的是有一點點困難 甚至是很大的困難 但是萬事起頭難也不能不做 不然台灣永遠沉淪 今天來講我的題目就是 我不是我的我 意思是說台灣人跟全世界比拼起來 我們真的是搞不清楚自己是誰 隨便路上一個人問 台灣人你是什麼身分地位 我中國人 我中華民國的人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把學校叫的那一套當成標準答案 然後應用在你的生活上 甚至最後老死帶進棺材 他人的悲愛在這裡 希望用這兩小時的時間 大家來了解一下 我們所認識的 所認識的 我們所認識的 我們自己是身分地位 那真的是職所講的 真的是中華民國政府 那些教科書所講的 還是媒體所講的那一些東西 那對 應該是有很大的出路 可以來這裡上第三天 那很多工師在講 你為什麼要心理有底 中華民國只是個治理當局而已 好來 我們先看這個 這個是大人物 大家都是別的 他在日本也蠻有殖民度的 前總統李登輝先生 他親筆寫的 我是不是我的我 我的我是不是我 這都是李登輝先生 他騎躲在這裡在藝術 他扪心自問 李登輝說他也不知道 他自己的真正的身分地位 當然這是不懂得自己的身分地位 那是其中的一項 他當然也有講說 他一輩子 他活了一輩子 其實也不是很真正 了解他內心的自己 就分兩個部分 那我們今天來講的是 他也不太懂 台灣人的身分地位 在那邊問我是誰 我們今天用兩點鐘的時間 來瞭解一下我是誰 今年的選舉 這各位選舉 真的老年 真感謝郝博春 一人說我們是皇民的後裔 真的我們是皇民的後裔 我直接來結論 結論跟你講 先說結論 我們為什麼是皇民的後裔 因為這項 昭和 那個昭和天皇 半部的一個昭書 說台灣人跟本地日本人 享有大日本帝國所有的什麼 權利跟義務 浮秘一的義務 納稅義務 參政權 選舉權 被選舉權 在這裡 這就看πε主 不過你想看 我們自小人到現在 也不一定說自小人到現在 中國民國來七十年了 哪有寫到這個 日本天皇有頒布招書 天皇實施憲法 都沒有 誰知道 媒體也都不敢講這個 還是說他們也不知道 最大的關鍵就是這張天皇招書 實施憲法 實施憲法就吸回去了 台灣人你不用拼了 你不可能獨立建國了 你永遠就是大日本的人了 我現在先說結論 我這次講課比較不一樣 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林海的聲明 例如1958年9月4號 1958年民國47年 民國47年 中華民國已經逃難到台灣來了 對不對 十多年了嘛 34年就開始過來了 對不對 38年完全過來 這跟47年 來看這 看這套就好了 台灣和澎湖地區現在能然被美國武力侵占 不是 怎麼可能 不是關乎台灣啊 不是中華民國在台灣啊 民國47年還在講這個 被美國佔領 台灣這一塊地 被美國佔領 一直到現在 美國有公開說 它放棄佔領嗎 要退軍嗎 讓伊拉克 美國在那裡 搞了十幾年 那最後讓我宣布說 我們撤退伊拉克 剛好說撤退台灣 沒有 沒有講 所以代表什麼 還在美國 美國軍事政府還在台灣 好 所以我們台灣日俗美戰 對這個原因 我們沒有學會講的 拿證據才講話 那證據不相信 我也沒辦法 因為外面有很多人 拿政府去看 說不相信 我也沒辦法 每個人的認知能力有問題 中華民國公元1912年1949年 他在這幾年建築在南京 這條在南京 中國南京 在南京的四郊 那些都做12基條的那樣 那就是歷朝歷代 在南京建都的 創什麼時候建立的 什麼時候死亡的 他都一支一支台財倫 這支是中華民國 不要再騙人了 可是明明就是寫中華民國 外面都寫中華民國 那個日曆啊 每天在四啊 中華民國幾月幾號啊 那都是在騙台灣人 出去都不通了 離開台灣的不通 來 開始進入主題 中華民國 十四個治理當局 如果中華民國 把流亡到台灣的難民 跟本土台灣人平等看待 我不會很計較 他今天沒有平等看待台灣人 把台灣人當努力 所以我站出來 我站出來挺台灣民政府 我不挺中華民國任何一個政黨 因為只要中華民國任何一個政黨 你挺他沒有用 因為他是跟中華民國掛工 只要中華民國不離開台灣 台灣的問題不會解決 很多 這年紀都不是很老 這都是沒頭努 中年事業再做多 吃直也會在工做應該 吃直是欠盡的 我都不知道 人口老化世界第一 這個棺ק枯在這裡 未養這個老人家 你們附近哪有這種的 每天都有人送便當 有人關窟的送便當 這是老的 這是什麼 沒怕你死亡 應該是有 下去外面打拼 過年過節科用才有回來 像是老人家抓住老人家 這本土台灣人 如果這是流亡難民 所謂的農民 光榮的人民 哪有需要這樣 應該是沒有吧 你看這年輕人 畢業就失業 畢業就欠一屁股的債 因為助學貸款 所以在台北你看 一間小孩真的怎麼乾燥 你看這洗澡 合租 這應該是跟我們分租 自己嫁一間只能租這一間 這也是本土台灣人 中國學生 開放來台灣 在做什麼 加入健保 輔助 這怎麼不可以保存 這一脱脱的時候就欠了 助學貸款 這一禮拜的時候就開始領錢了 你敢有能平等看待 你敢不敢說健保要倒了 趕快要漲價 搞什麼鬼 請問中華民國你在照顧誰 沉重的學貸 你看在這裡考 這台聯黨 在這裡爭取 給錢給工作給居股證 教育部長江偉寧 既幼大陸學生 別再講大陸 應該是中國學生 在這裡 學雜會 生活補助會 健保會 日日口口 到處一個月差不多 三萬塊 請問一下 剛才那些年輕人 一筆子 能有三萬塊 根據統計 在台灣有在上班的 百分之四十 上班人口 百分之四十 一個月薪水 領不到三萬 百分之四十 大部分就出社會 那些 為什麼中國人到 這補助是什麼人的錢 本土台灣人的血漢權 你還在支持中華民國 你血漢權是怎樣 太不怕了 那吸血蟲 吸血鬼 你這樣都不會 不會很悲憤嗎 對不對 在台灣島去洪洞 如果出去了 頭沒背 你看這 這今年 對不對 這越南 暴動 台華 對不對 中國的商人 連台灣商人都跟著島民 那時候都發到 立法院就開始出來諮詢 我們的政府 有什麼措施嗎 我都講得很好聽 我們有 我們在關切 我們怎麼樣 對不對 我們準備幫大家 求償 親切公公的 反正台灣的新聞差不多一禮拜而已 一禮拜之後 別人就忘記了 就準備會緊 快 對不對 報紙記者不要講 不要吵 老百姓 哪會管那麼多 就叫它閃過 這個新聞就還閃過 就繼續再來管 這菲律賓 常在 在外面 在抓魚 跟菲律賓常常取衝突 對不對 我們鄉台 靠怎麼這樣靠的 那菲律賓講得很好 拒絕道歉 最後說 我只向 我只向 愚民百姓道歉 我不向中華民國道歉 北里賓就是一槍 大家看到沒有 誰不向中華民國道歉 中華民國就不是國 對不對 台灣人跟中華民國是不一樣的 至少在很多國家他們認為 那是不一樣的 是大家一天到晚抱著中華民國大腿 像這個一樣 這個奧運楊書軍 那兩千零八年 本來本來是冠軍 一個沒多久隔天 說喪失冠軍資格 因為他穿襪子 穿那個舊版的襪子 就去鄉台檢舉 政府呢 不了了之 還要退打國際官司 一天的新聞就沒有了 他都應付而已 他都在應付 我老百姓跟他訴苦 他都應付而已 他沒差 反正時間拆過就他了 他家人就忘記了 五湯就忘記了 那是剛才都苦難的台灣人 我們來看這個 苦難的台灣人 疊加比較比較 中華民國絕對不把台灣人 當成他自己的國民 公民更不用講了 不可以 來你看 我們來看看 勞工 軍公教人員 君子公子教職員 勞工 在做大部分都勞工 差不多工作45年 20歲 開始出社會 65歲退休 工作45年 領勞保的時候 退休金 他只計算15年 最後那15年 大概領多少 243萬 你當軍人 你當軍人23年 43歲就退休 43歲要多跳跳呢 43歲多跳跳呢 說退休了 可是耶 工作23年年資 算37年年資 可以領2000多萬 多少錢 高中 你考大學 不考慮 去退休 一退休 一退休 他們到的水電會 馬上半假 他現在已經 超過43歲 真的退休 在家裡算股票 這樣 這樣看 如果公務人員 工作35年 025年的年資 1600多萬 如果是當老師 現在老師 留讓教師一堆 原來這麼好康 你看 53歲退休 可以027年年資 2000多萬 各位 大部分都這個 你們家 如果是總共勞工 要10人 10人分 再領有這麼多 一個人 就可以 抵掉 10個人的工作 所以當老師的 寒暑假 經常都出國 當老師的 很多都是 國民黨的 這有合理 我請問一下 最少金 最少 這 這 這如果沒有做 可以有他 這如果沒有出於談 可以有收入嗎 你想想看 我跟妳說這要破產 不痛不癢 領200多萬 拚整四人領200多萬 這些都要怎麼 貼乎都要怎麼 在公園在散步 走記憶 勸夠在散步 一國我領15000 你看 國民黨 馬英九 2008年 取得政權 你看看 國民黨的黨產 增加三倍多 拚出去 國民黨 真的有夠厲害 這年給我探生 這年給我做生理 這年給我做生理 為什麼大人人照顧不好 誰 好運家而已 好運家而已 你看看 這 國民黨 這的人 退休 退休之後 都去開分公司 你看我領多少 這間就要出了出冬 只有大人人 做牛做美 套風扒進去 才能做事 要工庁做事 要去家 大爭 大爭 中華民國那些難民來 那有從事生產 那些人在家裡 他們有在家裡 他們有在家裡 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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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真的奴隸 在家裡都不知道 你跟他講 我們跟他是一國的 我從來都看不出來 現在好事 國軍共軍 都是中國軍 這是什麼 這不錯 這老人家不錯 這哪裡 這行政院退休會 還有那些老子 農民之家 過年過多 你看 國民黨 穿衣服 就去那裡送禮了 這都住在那裡 他有症狀 馬上看醫生 農種住不用錢 健保也不用錢 不用六錢 你老會要自己照顧自己 這哪有天理 你要讓中華民國 繼續留在台灣 是要做什麼 黃世民 大樂推 你看 黃世民之前 他幾天前 11月28號 悄悄申請退休 他不到65歲才能拿 因為出事 他只要不趕快退休 到時候全部都領不 說他擔心 擔心 擔心被判有罪 這樣他就可以多領五百萬 比這出來 就要拖 就要拖 對不對 他只要跟中華民國人 那些高官 國官 法官 國統好對不對 你讓我拖過 我五百萬領到 我奔利兩百萬 這樣不行 金錢的誘惑是非常嚴重的 用錢有在港人的婚姻 在座的有幾個人 金得起金錢打擊 台灣民政府又有多少人 給錢拖分去 全部都不再回來 台灣人 最愛錢了 真正 為什麼最愛錢 福利那年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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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我們就不是那些農民之下 那些老黑 本土台灣人敢不受賄 對 有啊 這也本土台灣人 如果出事情都沒事情 這新聞樓這麼大 對不對 什麼收水 有瘦肉筋 瘦化劑 什麼我哥哥 連費心的這 化妝品有問題 報紙鬧得很大 電視媒體 民嘴 說一禮拜就沒了 到那邊 親親 親親帶過 親親的判一下 藝術節就好 有交代就好 為什麼 怎麼會沒事情 你們一隻腳 在黑色 中華民國的高官 不然 靈心怎麼會沒事情 單人如果比較好 就滑過去了 那開始慈了 還去巴結 維護自己的利益 這個這樣 這不一樣 你看這康師傅 你看這什麼人 沒有TDR 也差很多 對不對 連勝倫 你有靈心的TDR 靈心一檔 在台灣的時候 你就有這些東西 你就本來對 這不是官商溝結 沒有這是什麼 要了解 新聞也要看 不過你要懂得過濾 只要扯到台灣地位 那些都亂不說 但是只要這些 有的沒有的官商溝結 他有時候要你看一下 我們都會吞噹不知道 好博春 柯文哲他媽媽 在那裡對抗 這個選舉大家都知道 好博春 柯文哲的爺爺跟李登輝一樣 都是皇民 他媽媽說不能接受 他媽媽也不認識台灣地位 我如果是他媽媽 答對了你講得很好 就是因為我們不是 我們是皇民 不是你中國人 所有的在台灣吞搭 在你的內心 我們是戰敗國 對不對 所有的我們跟他不一樣 所有的吃香喝辣的 我們就沒有了 因為我們真的跟他不一樣 他跟你講得很清楚 前幾天又去南部 你知道這間大學 又演講 他再說一次 他說他沒有講錯 為什麼台灣人還不知道 不知道 來 夏博春 我看你贏多少錢 來在這裡 4700多萬 夏博春敢在做事 有人很厲害 人保衛中華民國 保衛台灣 當到國防部長 還當到行政院長 那中華民國 那一套管理方式 什麼人來做都一樣 對不對 像你看馬英九 做完我們亂七八糟的 大家怎麼說 因為台灣人 很節儉很自愛 不會去造反 你怎麼看 別人 九八的總統 早上去用演奏 還要老 那是台灣人 因為怎樣 太愛好和平 就是這個 我問你 他們都到台 四千幾萬 還加個二十五千萬 你們到那幾人做 早上五千萬 一節的人就有了 這些都不用錢 補助 來看一下 先看結論 總共錄取五百四十八個人 台灣人只錄取八個人 我拿證據 不要說我們臭屁 不要說我們都憑想像 跑跳太快 來 別說你不知道 以前公務人員 是按照中國審級比例分配 這時候的資料 1991年 1991年 你現在這麼久了 解嚴 這個資料 如果不是解嚴之後 才跑出來的 解嚴之前 兩獎時代 誰敢講 你不要在那裡 穿衣 至少你的工作一定不保 這不是在整個中國大陸 這樣一起考試 這只有台灣島 台灣島考試 這什麼意思 來看一下 江蘇錄取四十個人 你說這台灣島 你們這流氓難民 二代三代四代 沒關係 你的籍貫 江蘇省 那你就在這裡 那如果你們是籍貫 江蘇省的人 這一次來四十個人考試 考高考 那很簡單 通通全部錄取 考零分也錄取 聽懂意思 那你看台灣八個人 拜託 大部分本土台灣人 那流氓難民 一兩百萬人進來 再加上結婚生小孩 到達 你四五百萬 好不好 四五百萬到每個人 都來考高補考 大部分都問什麼 都是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在考 好假設舉例 一萬人去考 一萬人去考 好 真正是六個子 六個子 一萬人 考多少 考三千 剩下七千 不是都台灣人 要七千台灣人在這裡 錄取八個人 聽懂嗎 你怎麼考你也考不定 你怎麼會跟他一樣 別說了 你應該開始打問號 我真的是中華民國的人嗎 也不用打問號 直接就是對 我不是的嘛 對不對 還要打問號 來看一下 說一說可以講 台灣地位 審政府預算 來 這當時的 2014你看 2014 今年不是2014 來 立法院預算中心 台灣省政府 來 什麼台灣省政府 中心新春啊 啊 中心新春 那不是費省動省啊 什麼還要丟 對啊 是動省沒錯啊 不過繼續領錢 你看 今年稅出一億六千萬 人事費佔了一億一千萬 平均每人年薪 將近一百二十萬 欸 年薪一百二十萬 一國多少領十萬 你們enden 滿 programs 多少人一國一六十萬 一國多少人領十萬 你自己說 而且都超過六十歲 都都是老 1968 以前高校的日居那老64 剛剛在那裡 都在那裡 修繡花木 想ci呀 枱包子 喝咖啡 這人在辦公 百里萬啊 怎麼樣 不爽啊 不爽啊 沒有 你不爽啊 你可以考啊 上面什麼人說的 你們可以來考啊 參加公務員考試啊 講起來 大家該該學學我馬英九 月薪47萬 一個月存48萬 他人 你還不生氣喔 我真的不知覺啊 還不生氣 你看看 在中華民國的主政之下 所有的工程 通通要追加預算 讓阿扁時代都不用 甚至還減半 所以不爽啊 所以一些利益團體就不爽了 陳水平不能再做了 通通投票給馬英九 2012年多少財團站在馬英九後面再繼續 直接上台亮相 有一個叫國台名 大家也知道 對不對 什麼都要追加 其實這都做什麼 這都在分章嘛 這都在分章嘛 你要有蓋個印章可以啊 你要給我多少錢啊 另外一個工程要出多少個印章 一百多顆印章 每個印章都要打通關 不然要調的 要等在那裡也要做 你要相信嗎 我們家一塊一塊 那個就是老祖宗留下來的 那算是祖產 那就很多老祖宗的名字嘛 拚十年拚不過 你市公所拚十年拚不過 因為不給錢 你都要等的 一開始就說 你們這個聰聰就有什麼賣了嘛 那我要三十萬啦 直接跟你搶啦 我給他都要等的 等三年 都要等的 到一個民進黨當市長 我們才六共 才半成 我一定要當公共人員 好啊好 賺錢就有錢了 不然如果追加預算這麼多 那選舉啊 不要去選舉啊 我不知道這次有去回答票了 這次台灣民政會的人都沒有去回答票了 回答票就了解了 我們先看這個 這是總統選舉 你看馬英九個人 可以領兩億多 因為馬英九幾票 六百八十九萬票 七百萬票 七百萬票 全部都流亡難民回答 這多少都本土才能回答 蔡英文的六百零九萬 所有的你看 一票三十元 所以馬英九零兩億多 蔡英文1.8億 政黨呢 每一票得五十元 一年 四年得兩百元 一票補助五十元 補助三十元 所以你怎麼投票總統選舉 他怎麼投票 兩百三十元不見了 兩百三十元就是你的口袋的錢 因為你納得稅金 這次九合一 七合一 十五元 每個都差不多領五十元 所以兩百三十乘以五 你這次你領多少錢 一一五零元 千多塊錢就抽了 就由國庫抽了 把你這兩檔 分掉了 所以都要算 怎麼不來算 對不對 算就有錢了 所以你看蔡英文你看 1.81這會口袋 蔡英文他要上班 不用啦 1.81還要上什麼班 對不對 ECFA 開始之前 說多好多好 ECFA是2011年 1月1號開始生效 已經四年了 快要滿四年了 ECFA帶給台灣人有什麼感覺 一開始的簽的時候 多少人就要懂 國民黨有 Say 多好多好多 四年了 誰感覺到有多好 只有感覺這四年來 越來越不好而已 可是他人無奈 因為主政者是他 他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搞到最後 我們還有今年 太陽花學運 好 多少 国军 共军都是中国军 就算了 民进党也没什么好支持的 这不是民进党 这不是民进党 民进党如果选去失败 就走在中国台上去 组织党又来到去 马上赚钱 马上赚大钱 中国人最喜欢搞这一套 他觉得你有存在的价值 你有利用价值 要什么都给你 等他觉得你已经没利用 他就人本代理统统摇回来 仰套杀 他把你当成成生子 开始在胃胃胃胃胃胃胃 都给你时间把他抬掉 吃掉就把你当畜生 当家畜家群 他就去饲养 我们都不知道 电视民嘴有一个叫王杰民 大家不知道知道吗 你每天晚上他看 他几乎每一台那个 修媒体 评论节目 他都有他 他是中国难民第二代 他自己也说得很清楚 他也要去中国做出生意 他也是这样说这一套 他说你只要去的时候 赚钱如赚水 爱多少都有多少 明明是很烂的东西 很烂的决策也可以赚钱 等他不行的时候 他觉得你没有用了 连本带利 你有几千人什么都没有 像一块人回来而已 两岸中国人 都在欺负台湾人 快回去了 这也要回去了 这一天还要说什么 这个人是谁 是谁 习近平 连战 新云法治 这个 连胜文 对 选这个做台北市长 他早就没去到 那是说 是要讨案人 原谅他们太多次了 不然这次怎么没到 对不对 如果上一届 丁街选市长 连胜文出来算 不一定连胜文就掉了 你看 这乌伯雄 这习近平 这什么人 郭台铭 你看 这什么人 下晚上 都回回去 你跟他们那么好 就回去就好了 对不对 台湾人也不需要你 我们自己可以管得好好的 这一本書 蔡英文 中华民国流亡台湾60年 战后台湾国际处境 在这 建国100年 流亡60年 蔡英文 为了这一本书 开一个什么 记者会 打开 第二页第一篇 蔡英文写第一篇 直接就写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这又参加的时候 叫妹子炒头 马上讲 中华民国不是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这个 你相信政治人物吗 政治人物 会带给台湾人幸福吗 至少看不出来 这叫刘珊珊 刘珊珊 这几年前的事情 虐待他们家的佣人 要去拿去 这美国 这美国的 那中华民国的住外大使 要上手铐 拜托 住外大使不是有豁免权吗 现在直接到家里抓人 然后上手铐 告诉你台湾人 中华民国是假的 台湾人为什么听不懂 这个照片大家都看过 311 日本大地震 大海下 美国人 由日本 直接过来 AIT 直接踩桌 你看 就过来了 这中华民国都找不到资料 这些人到底 什么身份地位 哪有几个人 中华民国查不到资料 现在中华民国都没抗议 你是怎么抗议 你这个是老闆 美国才是老闆 你中华民国是管家而已 我们什么 管家底下的努力 菲律宾指向家族道歉 这支苹果日报 这支中华苹果旗子 这支什么美国旗子 这旧年的杂志 出去都要插这支 你如果去做他们军港 你看 你已经看不到这支 待会看这支而已 离开台湾岛 这支就拉起来 台中洲有一个童心 他就是当海军的 他亲口跟我讲 这支这个照片是对的 没有错 只要军港离开 台湾岛到外面去 他们都要伸这支旗子 他自己这样说的 当海军的人自己讲的 说有造假 没有 说中华民国 就是台湾 台湾中华民国 乱说一台 这是中华民国 流行政府 为什么拿绿色护照 这西藏流行政府 这印度的台湾 这台湾 这台湾 他们在大海 他们用绿色护照 那是流行政府 看这颜色也知道 你流行政府 这是国家 绿色 这是什么 这韩国字 韩国也绿色 什么韩国绿色 南北韩 分裂国家 流亡政府 主权有问题的 国家地位不明确的 全部都用绿色 其他就是什么 蓝色 红色 蓝色跟红色 蓝色的话 美国跟加拿大是用蓝色 其他都红色 红色系列 你怎样主权 独立 明确 完整 就要用红色系列 或蓝色系列 蓝色听说最好 落地签证 绿色最绿工 只能用冻掉的 要怎样 你不要出外面 你过海关 过不进去 很简单 护照拿回来 塞美金 再送一次 就过了 再送一次就过了 怎么都没有那种感觉 你就跟着旅行社走的 怎么会有感觉 旅行社都已经帮你打点好了 都已经算在旅费里面了 你如果自己跑单班 你看你还不要经常搞这个 我跟你说 现在不用了 现在你出国 你如果拿这张绿色 护照 没关系 里面不用加美金了 加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就可以了 那一张跟美金一样好用 直接就让你过了 太多人刺过了 这次都没有公开而已 你有申请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 你如果有你出去 他去用刁难 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再塞进去的 好 保证让你过 你看这 这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些什么色的 这有点类似咖啡色的 暗红色系列 我跟你说 只有一个中国 没有两个中国 如果是两个中国 那很简单 你们两个都用绿色的 因为你们是分裂国家 两个都用绿色 是怎样他没用绿色 我就不是分裂中国 那是撞起的 这是撞起的 刚才去调中华民国 1949年死撞起来 全世界都知道他死翘翘了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用红色 正确 你知道吗 你知道中华民国的地位吗 那我们准备要反攻大陆 人们都用红色护照 你要反攻大陆 你要反攻大陆 可能两个都绿色 像这个南北韩 南北韩也都绿色 那说反攻大陆 反攻北韩 那比较有道理 人们都变红色护照 要是在中华民国撞他 在骗大人 世界上很多的流行政府 在这里 韩国啊 被日本打败了 跑到上海 叫克里亚相害 就是说 韩国的流亡政府 现在在哪里 在上海 这个法国 法国流亡政府 跑到伦敦 抢那只台北的意思 中国流亡政府 跑到台北了 所以这就是流亡政府的意思 你看这 马英九宣誓总统 2008年宣誓的时候 宣誓就职 怎么没拆这支旗子 现在走出来 这部队有 这不是我自己打的 这电视书也有说 他自己说 这是一种搞创意 谁的 宣誓就职 多正经的事情 在搞创意 别骗了 你知道吗 那就是 卸到一道指令 如果说你中央民国 旗子不能拆出来 你就只能 随便弄个什么旗子 又搞这个 那这什么旗 你知道吗 奖位随他民众党的档旗 奖位随不要听过 你看2012年 拆这个 人家都做给你看 你还当他是四个宝 出去的时候你看 都只能用这个 为什么不能用这一支 你看这个 前年协底清洁记 被判私隔 南投高中 今天学耻 拔河队 这什么衣 这国企 对啊 中美国国旗 穿断幸福的 出去不能夹国旗 对不对 好啊 做成衣服穿上去 你不能夹我脱掉 宣扬国位 拜托 你是被统治的 他是流氓政务 他是管理当局 他自己不仅仅 你要穿这个 他也不是个国旗啊 不然他为什么用这个东西 为什么用这个 强一支台北 你问大家 人家说 国际不承认我们啊 然后中共又从中阻挠啊 我们很可怜啊 所以我们要挺中华民国啊 出去就四个走路 就用这个啊 告诉人家 我们是中华民国啊 你如果是流氓难民啊 你这样讲我同意啊 我们就不是流氓难民 那是本土他人 你怎样冲下来 你要觉醒啊 你就是忘了你自己是谁啦 所有人都跌不疼娘不爱的 对不对 你任主归宗都不知道了 你怎么能够找回源头 你到底是谁 然后这有空没空 你看 好的就说 中华民国要跟人家怎么样 建交了 都得到什么优惠了 不好的都说台湾 看这个 这最快去 三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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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字塔呢 对不对 纽约啊 伦敦啊 背着三太子走天下 背着三太子就算了 啊你是怎么又插国旗了啦 你又插国旗了 插这就不是台湾的国旗了 这是中华民国旗了 你这个人说什么你知道吗 你人说什么你知道吗 各位 全世界的所有人 你要知道 我们台湾人 被中华民国管得很happy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是在宣言国威啦 你爱自己的国家是正确的 你爱错国很糗糗的 那不是这样 你爱父母亲对 爱到别人的父母亲去 是不是做什么 我们要做努力 你刚才都没了解嘛 我去这支手 你如果穿真的 不用比较少年 叫他说这支手 不要杀出来啦 他今天在棒球队啦 外国球队来比赛啦 在台湾岛 这支手就开始贏出来 看了就很痛心了 你已经在告诉人家 你喜欢被中华民国管 你真的喜欢被他管喔 你那么喜欢当奴隶喔 你那么喜欢当奴隶喔 太阳发生的 所以有空没空就要来闹一下 我们要争取我们的福利 我们要争取我们的人权 来 想看看 像民国来台湾 228 戒严 白色恐怖 美丽岛事件 还有近前的野百合 学运 还有野草莓 还有太阳花 还有美丽岛 想想的 每一代台湾人都要搞一趟这个 目前台湾人都要 在反抗义主统治 为什么都没有走出去 你搞错方向 你在中华民国的体制之内 要推翻中华民国 怎么有可能 这堆是不可能的 我们就是要拼选举 只要让我们选上了 我们就可以把中华民国怎么样 你怎么给他怎么样 请问一下 你要当选证书 写中华民国 你还给他怎么样 你赢中华民国的薪水 你还怎么样 你当他的公务人员 你当他政务官 事务官 你能够给他怎么样 好 每次都你民进党赢了 好吗 中华民国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你说保证每次都赢吗 你民进党没有办法 保证每次都赢吗 我们的公民党的党产 马英九一上任马上又飙三倍 我们用钱来说就赢你了 对不对 不然我们来搞他住民自觉建国 搞重返联合国 搞正名自现 台湾人有没有努力过 有啊 但是没有用啊 因为你认不清楚自己是谁啊 你都以为你这是中国人 都以为你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中华民国的公民 对不对 那人家全世界比我们弱小 土地比我们小 人口比我们少 都可以加入联合国 是怎么不能加入联合国 我们也要冲啊 冲十多年啊 马英九2008年一上任就说 外交修兵 2008年开始到现在 都没有去联合国去炒了 炒说 台湾要加入联合国 中华民国要加入联合国 都没有了 是怎么没有了 因为马英九知道啊 不可能加入联合国啊 不可能加入联合国啊 我们已经是亡国了啊 我们只是台湾的治理当局而已 那就是总管而已而已 管家而已而已 那不是老板了啦 是要跟他们加入联合国 那联合国身份就是要主权独立国 这就不是啦 那马英九知道啊 那共产党要冲 然后大家赶快来捐钱 让我们去联合国 去发声 很多人关钱耶 结果那一定人啊啦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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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已啦 有了有到那儿啦 到门口而已啦 董起来嘛 不然我们围在前面广场 听着唱歌啊 然后派个道回去了 你说加入联合国 这大片集团啦 片年的钱去玩啦 19... 1980... 1990...79年 民国79年还是78年 我没记住了 那时候李登辉已经做总统了 对不对 蔣经国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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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天都开始在发声 我们要重返联合国 我们要加入联合国 我们要加入联合国 有的步骤有差呢 当然民进党就说 我们要加入联合国 结果中华民国国民党 都不敢说 甚至说不可以加入联合国 加入联合国是自取其入 你们知道还记得 民国78年那样 那个下站帖 谢长廷跟张校园 蒋校园 两个在电视上公开辩论 那不是 辩论一个多小时 电视全程转播 隔天报纸全版刊登 那去找看看 去图书馆找看看 那时候怎么辩论 谢长廷说 我们一定要加入联合国 要重返联合国 前面有这个生命共同体 就有那开始了 张校园就说 我们不可以加入联合国 我们不可能加入联合国 加入联合国 是自取其入 那当初我 看到双方搞这种提问 你张校园你死了 我们是个国家 怎么可以不加入联合国 你如果说不要加入联合国 你跟中华民国的 我当初是这样想的 可是来参加民政府 我发现 张校园你正确 你百分百正确 人那些老鹅 人那些流行人 都知道中华民国的身份地位 人家那些共诊 人家不知道 一天到晚抱他大腿 要跟着他一起上国际舞台 搞什么 钱都能关起 出钱出力 结果都出头 这咱们才诈骗集团 有用不用的菜鸡 那些老鹅 真的被人弄得飞去 你知道吗 人家都说 台湾民政 你们是台湾国的 你们是台湾国的 什么台湾国 我们台湾民政 不是台湾国 都把他们搞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推广 很麻烦 要证明自信 阿弁 跟着说不行就是不行 不可能就不可能 后来 陳水扁也知道 中华民国的身份地位 那当时已经卸任了 要把他拆掉了 是不是这样 要台湾独立建国 这 美国台湾政府 这都黑白乎的 这也没效 这就是我们 为我们这走出去 原来他们的心 还在想着台湾独立 你说不可以独立 在画什么独立 这样搞 来 好 现在来看国外人士 怎么说 这个你看看 这什么人 这应该有看过 安倍晋三 李登辉 你看 他们早有什么钱 2004年 人战说 陈水扁也有结果 布希 台湾跟ROC 中华民国 都不是国家 杜鲁门 台湾第二位定论 这些杜鲁门 李登辉 这样的 这些报纸都有写出来 我说他截录 阿伯的声援 中华民国是流行政务 他也有说的 中华民国流行政务 结果2012年 孙总统 全都冰半 说不是 那刚刚那个照片 那开记者会是开假的 那本书是写假的 那本书我也有 他说我每次都没有带来 我说很厉害 六百多月 蔡英文写第一篇 2004年 美国众议院 国际关系委员 举行 台湾问题听证会 美国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现在美国都不支持台湾独立 你美国一个先进国家 民主国家 现在台湾不能独立 你美国可以搞独立 是啊 你为什么不好好研究台湾地位 哪都要插都要插 对不对 这个潘基尹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部分 中华民国的部分 台湾独立议会的战争 说美国人说议会的战争 奇怪 台湾独立议会的战争 这应该是 共那边说的 这就是美国说的 因为美国要打你 这个地方我在管 你既然叫我闹 叫我闹 闹你要搞独立 那老大行不行都不来问问看 来看这个第五点 美国司法部国土安全局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台湾只是美国认同的中华民国 在台湾的占领跟统治 这新闻都差不多一天而已 甚至那一天就播那么一次 台湾人就没看到 看到的 又怎么样 明天还不是要去上班打卡 都那种心态 明天还不是要去上班打卡 专闲的人都同样 不是要去做事 对啦 都要去做事 不过你若算不到人 你的社会福利绝对不一样 生活品质绝对不一样 对不对 当然也要上班 2007年来 亚太资深主任韦德林 联合国要国家身份 为什么我们都进不去 搞十几次 人都不知道吗 人也知道 不过你就不是国家你只要入去 你资格的不符合 只要入去 对不对 每日安保条约文件解密 日本的远东包含台湾 那这案是什么 看有没有 来2012年希拉蕊 南海争议 希拉蕊说你中国不要乱叫嚣 你要遵守国际协议 中国外交官杨洁虎 不可以把南海问题国际化 这样弃销 这不是国际问题 为什么不能国际化 你如果 你中国一个人说那是你的 那是你的 那是你的家的 那上法院控告 那我们娘的就好了 马上解决 是什么不行 那就是你的家的东西 你是要用刺 用骗的嘛 是不是这个意思 包含钓鱼台 薄瑞光 或是不能暗示 你一段不到 好像台湾要把 要把台湾送给中国大陆去 台湾参加国际组织 不在中国 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中国 当然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 也不是台湾 那他一段 不要在怀疑 阿共也不知道的 董意 去人家说身份证 要扳进去新闻政 要脱离中华民国 那就有人说 那中共不知道的董意 一段要说 你怎么说 小闹去 包含钓鱼 你看他人家在说 现在台湾人都没有感觉 不享有国家主权 境外的国内 那什么境外的国内 你有很恐怖吗 台湾关系法 是美国国内法 你知道吗 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 现在是交给台湾自己当局 代理之中 国内法 台湾关系法 有没有经过 中华民国哪一位官员 盖印章 立法院审核三读 通过同意没有 台湾关系法直接在美国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通过之后 他们都打下去 那当时的总统叫什么人 卡特的 打下去 马上就生下了 台湾中华民国 就吞下去了 吃下去了 接受了 联害就不敢害 那當時還講經過要得的 連海就不敢海 什麼意思 你台灣就我愛的 當然我有做主啊 你中華民國是管家而已 你管家化那麼多 對不對 我們現在要爭取我們的台灣地位就是 我們要比照琉球模式 琉球模式頒發這個 你看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 那當時 琉球你知道嗎 沖縄他是美國代管 美國佔領代管 跟日本國有脫離關係 可是他們老百姓需要出國 要頒發旅行政見 我們就跟琉球一樣 那也是美國佔領 那也是戰敗國 那也是大日本帝國一份子 所以琉球怎麼返還給日本 台灣島就怎麼返還給日本天皇 一樣意思 所以要走他的模式 所以真正的地位是這個 你如果懂得琉球地位就知道台灣地位了 所以我們要發旅行政見 我們不是發護照 那不是一個國家 我們沒有發護照 那是被占領區 所以我們發旅行政見 那我們這個學校要到10點 中間要休息一下 我們差不多休息五分鐘就好了 大家上個廁所 我們太冷了 你也不可能在外面就休息 休息五分鐘 他是號碼 我們坐的 我們要 iz生力 進來 delle 死的